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伟 现在跟大家介绍介绍一下 就说苹果手机 哪一些瓶需要打磨 哪一些瓶不需要打磨 那么类似像这一款机 大家现在看一下它这里有划痕了 划痕我们这个手指甲 把这里刮一下如果感觉 有感觉的那种瓶啊 就是划痕比较大的 它其实我们拿机抗的时候 尽量拿鞋面这样子抗 可以检查它这里有划痕的 那么像这种就是贴墨 它是布盖不了的 那么我再介绍一下另外一种 像这一种轻微的 这种轻微抗起来就是微微的 然后手指甲这样一划 没有感觉的 这种机器我们是不需要打磨的 不需要打磨的 我现在试着贴一张那个干化墨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它是完全可以覆盖掉的 这种是不用打磨 一般就是看一下它干化墨能覆盖掉的 那个就不需要打磨 所以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拿到的机 有稍微这一点点划痕就要去打磨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的 为什么不太建议呢 因为手机里原本屏幕不打磨的肯定会比较好一点 才让今天浪费 我的梦说别提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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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微花然后指角啊这样子划起来没有感觉的那种屏幕 大家千万不要拿去打磨啊 因为我们在市场啊一些行家 他们都喜欢就说屏幕没有打过磨的机 都是挑这种原汁原味的机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